Hello,大家好,我是欣宇 今天准备和我的家人一起上山 去挖一些野菜 准备回家蘸酱吃 现在我们已经到山上了 准备挖一些野菜 现在正好是野菜生长地 这边还有一个小核泡 这里发现一个婆婆丁 现在准备给它采下来 拿回家 还有一个 都采加起 够吃一顿的了 这里有很多的洞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洞 旁边有很多的野菜 在我们东北 我们都是采完以后 回家蘸酱吃 今天准备多采一些 然后回家吃个够 爸爸,你这个能不能吃啊 哪个 不能吃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让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吃的啥 都什么伙食 这一柳呢 就是今天我在山上 采的婆婆丁 这个呢 是小白菜 这个呢 是我买的水萝卜 还有生菜 辣椒 这些呢 都蘸这个辣椒酱吃 特别香 这边呢 有玉米饼 大土豆 还有玉米 我先每天给大家都尝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今天挖的婆婆丁 我尝一尝 这个 有多苦 苦是苦了点 但是 败火呀 还有生菜 我最爱吃的就是生菜了 加点辣椒酱 这个呢 是臭菜 说是臭菜 但是吃起来 一点都不臭 再尝一尝 这个小白菜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小白菜 虽然叫小白菜 但是它跟大白菜 长得完全的不一样 在我们东北呢 这种小白菜呢 我们都蘸酱吃 水萝卜 在我们东北呀 什么山野菜 都可以生吃的 只要喷上这样的鸡蛋酱 喷上鸡蛋酱 我最近听说呀 很多的来访小伙伴 没有吃过蘸酱菜 这么好吃的东西 你们怎么没有吃过呢 太香了